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开始采访 崔永元就说 范彬彬工作室所在地无息的税务部门已经联系她 约了5号上午双方面谈 到时候她手上的相关材料也会交给对方 微博上提到的一抽屉合同也会在适当时机拿出来配合调查 至于范彬彬是否偷税漏税 她说一切都得等税务部门调查后才有结论 不过她也提到 范彬彬有可能逃落税 但也有可能是被剧组里的人以范彬彬的名义做的 她以自身例子解释 当她还在主持实话实说时 崔永元被招待吃一顿饭 只有一桌很快就吃完 吃完了她去门口逗猫逗狗 却意外发现 柜台上账单写着请崔永元吃饭18桌 一桌变18桌 这账就寄到她头上去了 她猜想范彬彬有可能也是遇到相同情况 崔永元手上这些合同 最初的几张是来自她参与的某个剧组 后来在网上曝光之后 很多人拿了类似合同给她 连香港演员的合同都有 显示大家早就对此乱象感到不满 崔永元说 基本上一些大的制作 投资上亿的制作都有阴阳合同 甚至电视台的买片人 电影的发行方和剧组串通一起捞钱 比如 负责买电视剧的人说 没有某位演员的剧他就不买 那这位演员就可以漫天要价 然后双方再私下分钱 又或者 某位演员表面上价码只要500万 但实际上他想要700万 那签完合同就说 要延长拍摄时间加100万 或者要修改剧本 要钻火海 要从山上滚下来又加100万 总之 巧立明目 钱就凑齐了 还有一种是直接给现款 就不用缴税 各种花招 崔永元一口气就能讲出30多个来 其中 最让他震惊的一个案例是 两部电影筹拍 一部电影要请功夫明星 得预付4000万才能流出档旗 另一部 要请一位老电影人当监制 又要花3000万 后来崔永元一一查证 发现当事人根本不知情 剧组里某些人一下子就骗走了7000多万 最后各种名目加起来 总共黑走了7亿多 崔永元说 就算有一亿五千万确实是为了电影 那也有五亿被多黑了 如何尽可能跟除阴阳合同 崔永元认为要先从法律出发 考察现行税法是否不符合实际状况 是否合理 必要时修改调整 大家都得无条件遵守 再来就是将电影 电视剧制作各个系统打通 电视剧购买 电影发行 语愿线上映 会反过头影响剧组织制作 另外他也呼吁开放国外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 让市场多样化 有了竞争就不会只是小鲜肉当道 最后一点就是要给剧组立规矩 剧组的账 若是给会计公司这类第三方来管理 会更为妥当 阴阳合同也不会像现在大行其道 一指阴阳合同揭开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 有关单位介入后 能否导占歪风 还有待观察 新闻时事报 陈凯婷 真理报道 中文字幕后 李宗蕴ões船